荷蘭《國民日報》17號 披露一份隱藏超過10年的秘密報告 揭露華為可以隨意查看 荷蘭王家電信的網絡信息和客戶數據 包括時任荷蘭總理巴爾科嫩德 和內閣成員的通話內容 荷蘭王家電信2009年起採用華為技術 聘請6名華為員工在海雅總部工作 合作期間 華為可以通過公司網絡 竊聽650萬客戶的通話內容 荷蘭國內情報局之後警告 華為可能從事間諜活動 相關單位才展開安全調查 法國IT顧問公司凱杰 2010年完成的這份報告一直沒有公布 《國民日報》說 調查分析結果令人震驚 不僅明確警示華為對荷蘭政府及企業帶來危險 而且威脅到在荷蘭的中國異議人士 此後 荷蘭王家電信可能就是根據這份調查 不給予華為參與荷蘭全部移動通訊市場的維修權 該與其他西方IT公司合作 荷蘭監管機構電信管理局已經著手調查 去年10月 荷蘭王家電信聲明排除華為 敢用瑞典愛立信建構5G通訊網絡核心技術 成為首批淘汰華為的歐洲電信運營商之一 新唐人亞太電視 葉恩傑綜合報導 主寶台信者 避難平用ً取緣傳統買家電信你